今天來到了我們記者會的現場 小樂再次要來單剛男主角 第一次的這個女伴是一個新籤人 是我們的向潔如 我們先請兩位跟現場大家打聲交呼 還包括網路上正在收看直播的每個朋友 好不好 小樂先還是女生先 來 小樂說Lady first 來向潔如先跟大家打交呼來 大家好 我是向潔如在劇中飾演林安安 林安安 哈囉大家好 我是向潔如之前 很久沒回來這次回來看 還是很開心 還像回到家裡 嗯 看起來已經開始工作了 所以眼睛紅紅的表示我們這個戲 這是開始的 今天早上就在拍了 現在是中午過來一下一下 對 跟大家說見一個面 然後也介紹一下那個全新的戲劇 然後這次小樂演的是一個怎樣的那個獎色 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在劇中的角色名字是 柔原樂 是樂 也是小樂 好 對 然後其實蠻好 有一個東西是蠻好笑的 我覺得CEO這種角色好像在偶像軍 應該是大概十部裡面會出現八部 對 但其實我演到現在呢 我還沒演過CEO 那你本來就是 這次終於演了一個CEO 所以這次真的是獲真價值的那個爺爺 對 可是這次還是跟一般可能譬如說那種大企業CEO還是稍微不太一樣 我們是這種 因為我們的公司是在講這種直播的 新創的那種產業 對 新的產業 所以我覺得整個公司的那種氣氛 氣息是跟 是比較 比較年輕 比較年輕 對 然後比較活潑 多一點創意 對 就是希望大家反而是好像很多無厘頭的東西 對 相當適合你 是一個年輕的老闆 還是你在裡面變成一個 就是群體當中最老派的一個 不會 我們還有一個老的代表 先不講 好不熟 就是我自己代表還是比較代表活潑的那一種 他一定是一定是 但表現就是時尚流行活潑 沒有 就是對 希望努力中 就是希望就是這樣 努力中 好啦 那小樂這次旁邊站的這個女生是第一次合作 然後像傑如也是來到我們偶像劇的這個環境當中 像第一次戴剛剛的主角 來講一下現在自己的心得 然後講一下自己在戲中的角色 大概是怎樣的言譜 來 傑如跟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在劇中飾演的角色名稱是林安安 那林安安是一個就是很平凡的女生 然後被圓樂看見 被圓樂 現在已經叫到圓樂了 沒事 對 這也是應該 再叫一次 對 你怎麼幹什麼 好 那這位林安安小姐 那戲裡面是一個 是什麼工作的女生 在哪裡上班 原本是在便利商店 在便利商店 對 然後說是原本 那時候還有後來 後來 後來就是被圓樂看見 然後就演進了圓樂的公司 播主 對 覺得你已經腔到入戲 現在又開口邊口說是圓樂 對 就是在圓樂 圓樂叫起來 讓你覺得也分外的親切 聽起來蠻舒服的 聽起來蠻舒服的 很重心 蠻舒服的 但想要問一下 那個像賢如 就是小樂現在是人氣王 也是小天王 你本人跟他合作 沒有一點點就是 坦特 是開心還是緊張 還是興奮 還是緊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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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蠻緊張的 可是看到小樂本人其實還蠻興奮 因為我們這幾天都有陸陸續續在拍 然後 我們今天早上是去拍片尾 然後拍片尾的時候 中間就是 小樂他就在現場彈鋼琴 對 你不唱的嗎 對 因為我是私底下 不想說什麼 被看到了 我現在講的是話序的部分 彈鋼琴 然後你被圈到了 嗯 嗯 好 他直接說嗯 我們都沒有 會樂器的人 好 喜歡就好 不是 好 對 也是啦 喜歡是重要 對 心理器官都要喜歡 可是我很想問一下 山賢如 山賢如是今年剛畢業 我今年剛畢業 然後剛剛他有偷偷跟我講 其實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就是 不好說 我要讓自己說 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就是 其實他沒有什麼認識在看你 他就會 怎麼會這樣這個人 嗯 然後他就躲在你的後面 快點自己出現一下 就是 就是我們 因為我是讀 護校的關係 然後 小樂之前有來我們學校校唱 然後我們學校的女生都超級瘋狂 就是一聽到小樂要來 然後大家都排除萬難 就是晚上的時候到那個 你倒就去燙頭髮 然後補直 就化好妝 然後直接整天在學校 這個我知道 他根本沒來 他沒有來 因為沒進去 沒有啦 我還是有去看一下 看一下 那想說太多人了 我根本就擠過去 是 就在後面看 然後想說 怎麼這麼多女生都這麼喜歡 但他們學校真的很熱情 是 就是非常 你沒有想到你在那天 就遇到了有一天要合作的女生 對我覺得那沒辦法 看來就是 蛮注定的 也是一樣 是一個注定的概念 沒錯 他雖然站在那後面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在工作唱歌 在哪裡 是剛好我在跟我的朋友 一個設計師 是 他算是工作 他好像是要去那邊 可能 衣服或是定裝 這類的 是 然後我就看到他兩秒鐘 看兩秒鐘 對 因為他剛好要離開 對 相對於他來說 他看你比較久 因為他看你唱好多首歌 對 看完兩秒鐘之後 我覺得後來沒想到 就是 就是這個如份 剛好後來跟他一起演戲 一起演戲 對 但感覺像唱姐如應該有點 開心興奮緊張 搭唱巧樂嘛 就是一定會 成為大家關注的腳底 那你們日後呢 也是必 這是一部愛情甜寵劇 對 甜寵劇的意思就是 他要甜蜜蜜 然後要很多 讓人看起來也會覺得 甜蜜蜜感覺是個老梗 對 但是我們在 對我們在這個劇中 希望能達到的目的就是 雖然這整個套路 好像是個老梗 但我們要放很多 新的東西進去 我們聽說那個 就是監製說 每一集都要發糖 就是要看到大家 注芽為止 對 那所以小樂你 有些什麼樣的 是準備跟做好了 很多自己的那個 什麼交戰小策 我主要是真的 去做了很多功課 就是我希望 發糖這個動作 是每個劇都有 是 我希望發的有創意一點 真的 好玩一點 讓別人覺得 如果 在別人看完之後 會覺得這個東西好 好玩 有趣 他甚至可以拿去 真的在自己生活中用的話 那我覺得就會很酷 所以這一次 基本上真的就是一個 那個發糖CEO 對沒錯 所以要好好告訴他 我一定在劇中想很多招式 最後交給大家 那因為今天女生第一次 算是跟你一起亮相 所以我們想要先問一下 他去爭取你的同意 他現場可以有一個發糖的許願 好 對 沒有就是說如果他 就是他真實生活當中 在戲裡面 他總對男生這種 所謂填寵有自己的想像 那待會兒就是 你必須依照他的要求 然後完成他的指令 當然 可以嗎 可以 突然就醒了 這是我們剛剛對了很久 突然 為什麼要這樣 難以過來了 難以過來了 這到底是難隊 好 好啦沒有啦 剛剛有在問像解錄說 你覺得男生怎樣 寵你是最 讓你覺得甜蜜的事情 然後他剛剛有講一個點 然後蠻適合想著的 所以我們想說 不請自情請你演一下這樣 好 沒問題 再說快點 對啊 男生怎樣 我覺得他真的是二次元 沒有 給他一杯咖啡 好 男生咖啡 沒有 先加個糖 我很喜歡就是 男生跟我打交 蛤 我怎麼沒當 沒有被對到這個 你是演技派的啊 我想要 陷害我 沒有陷害你啊 這件事其實就是 我覺得廣大樂粉 應該也蠻想看的 而且你的撒嬌 你有你撒嬌的方法 開玩笑 無敵 我覺得我的撒嬌 比較不像那種 真的對你來撒嬌 是 比如說 像剛剛那種開玩笑的方式 我會比較會 就是 像剛剛 你覺得他叫我 冷了 然後 感覺很開心 是 我就叫他再叫一次 喔 好像這種感覺就好像 比如說 有些人很喜歡被叫火巴 喔 叫完之後 再一次 沒聽到 錄下來 會整個油回去 就自己提 對 我覺得這種會比較好玩 我 像我這一次演的話 我應該也會放很多 那種東西進去 會 希望比較生活 而不是 好像真的是一個套路 這樣 對對對 好啊 那那個 笑姐如果有期待 跟小樂眼有人在戲裡面 有什麼就是安排 你看看是許願 就許願給演句 對啊 可以這樣嗎 拜託 可以 你是女主角 可以 因為我們就是跟小樂眼的人 都應該會想許願 我只是讓你 就是最近我們一直以來 沒有問過女主角 但第一次公開 之前許願曲的最過分 應該是少女位 我們就是延續在那個概念 所以你現在可以超過他 就是有心在許願的方式 對 你有希望說 啊 你是看得不懂 像劇啊 那你覺得大家舔來舔去的 其實 你也有你的是新的想法 你有什麼想 比如說男主角 對女主角要怎樣 會讓你覺得是最甜蜜 那一種 這個 這個好難喔 他今天是許什麼 讓你覺得很過分 也沒有過分 他只是 只是 他只是願望很多 沒有 他好嗎 對對對 那他希望就是你 有一些願望的時候 也可以先跟他交通一下 對 大概這種概念 不過我們現在 這個戲是很貼近 我們現在生活當中 你知道說網紅啊 也就是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就是很流行 然後也就是成為生活當中很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框架其實 當初這個劇本吸引我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框架是很新的 是 那當然這同時也是一個新產業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大時代的產業 但我覺得有這個框架 再套進這個劇裡面的時候 會讓我們有很多 發揮的空間 我覺得也可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對 那感覺上一種 就是進入這行業的資歷來講 像潔如好像比較容易接近直播這件事情 但我剛剛問一下 他Never 他怎麼沒有直播 為什麼 就是 因為我是很容易緊張的人 然後 因為在直播上面要及時跟大家 我們現在正在直播 他今天 要就是我們這個算發 發佈會 發佈會 他就很緊張 有 對我說奇怪 發佈會我就緊張 那到時候記者會的話 對手印會的時候 他就更緊張 直接就手和流整筒 然後這樣 他是真的 就是個性很可愛 就是很 一方面也還 我們算是 現在比較有時間的地點 我知道 我懂我懂 但是其實在看他的時候 就好像也會看到一些以前的事情 是蠻有趣的 就是回想到你剛入行 出道開始演戲等等等等 點點滴滴 然後我會 我覺得這樣是好的 嗯 就是 我會盡量把我 可以分享給他的東西 分享給他 但是從 同時我也從他身上 得到了不少東西 就是我可以抓回一些以前的東西 是 一些熱情 一些新鮮感 是 小樂會直播嗎 就是這麼 應該是 這個不能講 小樂怎麼是絕對不直播 沒有啊 我譬如說Instagram什麼 我會啊 偶爾 我說什麼事 就是直播上絕對看不到你做什麼事 這樣說剃牙啊 什麼什麼事 喔對 當然私底下的事情 就是比較 肯定還是 比較注重的 我是說的是一般的 就是大家如果覺得 其實好像也沒什麼 你會直播吃東西嗎 不會 好 可能頂多唱唱歌 大部分應該還可以 對 多半還是在表演音樂 那像傑儒呢 直播如果正常去直播的話 只要有人看什麼都可以播 我 我應該會選 像挖洞也在放在哪裡 你好好回答 可是如果是我 我應該會選 就是吃播耶 因為人家都說我吃東西看起來很好吃 吃東西 吃東西 吃播是一個 算是 他的發明 我沒有 我們會講的一個名字 是是是 吃播的意思 就代表這個人直播是在吃東西 吃播吃播 我忘了你現在是老闆 那當然 你們公司有吃播還有什麼播 非常多 非常多播 你要好好瞭解一下 好我會好好瞭解 對 等下星期上講之後我們一定會好好瞭解 但因為今天兩位算是初見面 其實像小朋友一個小禮物要送你 對 有 超特別 超特別 有夠小禮物 中心不特別 但是心意很特別 是 好 這是第一次我們就是不假工作人員之手 要讓他親自去拿禮物來給你這樣 好 那你現在就演一個等待禮物的那個舞生 然後有一個初見面男生要跟你送禮物這樣 結果走出去之後再也沒回來 對我還是 如果他沒有回來的話 那我們就自己直播 那如果有回來的時候 我們再把現場交給一下你們的這種話 好 那不好意思 我先去準備一下 你去拿一下 你去拿一下 你會拿很久嗎 不會 那我們從現在開始已經數到2999.5 來 好 先拍個照好了 來 來 來 好 我們今天可以看 可愛的人 網紅 瘋狂之間 剛剛先叫一聲 是我打到工作的那個 什麼好意思 對啊 我們剛剛為什麼還之前一起 來 正前方 正前一起來 捷入跟小禮一起看一下 養生哥 好 我來幫我們吃會 正前方一樓 好 正前方 正前方一樓 好 好 讓他一張一樓來 一張一張來 好 正前方二樓來 一起了 一起看一下 好 高一點的再一個 好 你們兩位在左手邊來一邊裙 來一起試試試 來 好 好 來 這兩個人會是手 好 左邊這邊 來 正前方這邊 這兩個人跟我們對手 來一起看一下 好 OK了嗎 來 好 右手邊來 大家看一下 你們兩位一起看一下右手邊 好 那就一彈一彈來 好 來 先看那個穿著凱琴身褲子的聲音大哥 這手邊 是你們的最右邊那一彈來 好 好 好 OK了嗎 來他的右邊這邊看一下 來 好 來 胸口有一次爆了這個聲音大哥 來一起看一下他 好 好 這是他們這個出界面 這是第一張這個公開的合照 好 好 現在另外一個公關要小心兩位甜蜜一點 讓熊有一點互動 好好 這個無私錢就會了 好 來 請繼續開第二回合 好 好 唉唷 天哪 你也戴著人造嗎 自無私嫌 你可以處理一下這個照片的Pose嗎 我就想要怎麼變熊 沒有熊 不用貝盒 你跟人貝盒就好了 對 好 來這個錢包先給深刻看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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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個人覺得就是像簡陸蠻適合演 年初的 平成小 他在搭我們 搶到臉可以演掉的文綺 好 來 你們的左手編隊群生大哥來看一下 來 一起一起來 事先一起喔 好 來這邊 好開心喔 我們周圍出現在剪刀手了 真是有誰來卡斯大會 他最老看的照片Pose 好 來一個手編一起 來來來來 好 對對對 這樣就對了 對 就這樣子 直接一成功上去這樣很好 好 好 直接來看一下那個 藍色T恤的那個攝影大哥 好 手放低一點 好啦 很可愛啦 他們兩個在一起做 熊的腳 因為現在熊的腳就是一個 不自然的Pose 對往後不在直播的時候 其實腳位子要裡面 不知道 來 好 中間再看一下 好 那沒有熊我們還要在拍耶 天哪 今天拍到對象節拍說 真的是一件非常很臭的事情 中間再一下 來 好 好 OK